恭喜太后 喜得临孙 恭喜皇上 皇后娘娘 喜得临儿 起来吧 谢太后 都坐吧 哀家 没什么可以送给嫡皇孙的 有一枚偿命锁 我使先帝满月时圣祖皇帝所赐 先帝珍爱无比 如今传给永从正合适 儿臣替永从谢过皇额娘 朕哪会给永从积福 今日满月朕特意下旨 大赦天下 以示庆贺 皇阿玛圣明 皇上圣明 不是朕特别偏腾永从 永从呢 乃出自政敌 命格贵重 乃是朕的诸皇子中 天资聪慧者 瞧朕怎能不疼爱啊 皇上快别说了 永从这么小 哪里能看出来天资聪慧了 淳娘 这是怎么了 回娘娘 七阿哥昨晚没睡好 怕是困了 皇阿娘 皇上 要不就先把永从带回偏殿吧 好 好吧 先让永从下去吧 七阿哥感觉怎么没什么精神啊 小儿是睡 总是这样的 自从七阿哥出生以后 皇上便再也没去看过其他的阿哥公主了吧 皇上眼中只有七阿哥这个大宝贝 咱们的孩子都是数子 比不上七阿哥 是嫡子 姐姐方才没听见 那七阿哥的哭声跟猫似的有气无力的 都说这刚满月的孩子是最贪睡的 怎么七阿哥反倒睡不好了呢 前有个嬷嬷是伺候七阿哥的 听说是干活的时候手脚重了一些 碰到了个响铃 七阿哥竟然吓得哭了一宿 还有这样的事啊 那这七阿哥也太弱了些吧 五九州 金改制 撑行省三十五 岳士农 约工商 此次民 国之粮 请先额鸟啊 额鸟啊 快起来吧 咱们出去的时候 永齐还在背人之初性本善 现在已经背了这么多了 真是聪明啊 我们永齐都已经五岁了 现在开始学背书 不算早了 嬷嬷 你先带永齐下去吧 我有话跟姐姐说 是 阿淳告退 姐姐 今日听皇上的意思 像是想要立永从为太子 永从是嫡子 自然是储君之选 我倒觉得是不是太子不打紧 子嗣康健才最重要呢 我听江太医说 永从才满月 但是因为在胎里的不足之症 竟然已经在服药了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服药 说是让乳母先把药给服了 然后一瓣奶水 一瓣汤药喂着呢 看来这个不足之症 还是挺严重的 是啊 永从已经三个月大了 总没精神 一感风寒不舍 这个头也不见场啊 是啊 七二哥的身子是有点弱 我从报国四囚的平安服 给七二哥戴上没有 一直戴着呢 一见永从这样我就揪心 怎么不见场呢 是不是乳母的奶水不足 七二哥吃不饱 才没有精神亦敢风寒呢 夫人 自从得指要喂养七二哥 奴婢们的饭菜一点盐都不敢加 炖炖都喝 加了通草和亡不流行的汤水 奶水船后充足 奈何 七二哥他不肯喝啊 无用 启辱呢 皇后娘娘 齐太医到了 传齐太医去暖阁 是 好好照看这七二哥 是 这种事情怎么能怪我们啊 别说了 不哭啊 不哭 山什么山呀 还送兵 你们不知道皇后娘娘怕寒呢 都给我退下去 是 是 齐太医 你给本宫一句实话 永从生下来已经三个月了 却得了两次风寒 这本不是风寒的季节 永从为何这般孱弱 是啊 七二哥总是呆呆的 没什么精神 这又是为何 皇后娘娘 夫人 受微臣直言 七二哥是早产儿 体质格外孱弱 更要精心养育 齐太医 永从能不能平安养大 婴儿娇嫩 如果能养过十岁 大多是无房的 十岁 那十岁之前 岂不是闲之又闲 岂太医 您这样回话 可会吓坏娘娘的 微臣说的是实话 养育七二哥 必得仔细再仔细 那我来问你 皇后娘娘的身子 能否再生一位二哥 夫人 如今是七月初 正值炎热 娘娘店中都不敢用兵 您说 本宫缠后体粮 别说用兵了 就算是穿得薄一些 也鲜有良意 那娘娘就是用些 利豆白河汤 也是好的 喝过之后 就会感到胃寒不适 就是午后暑热 大汗不止 醉事难受 这是为热为寒之争 皇后娘娘 再也不能操心劳动了 免得损伤根本 您问了这么多 是不是 皇后娘娘的身子 难再遇喜了 皇后娘娘若想再有喜 难遇上青天 娘娘 杨艾 好 皇后娘娘 她要去 王朝 婷婷 也不敢用兵 午后又嘘寒淋漓 本就为养育七阿哥的是玄心 若再为后宫所势劳神 微臣 怕皇后娘娘会元气大死 再难养晦了 今日是七夕 皇后便是中原 晚寿 中秋 重阳 宫中大事接踵而来 的确是勉强皇后了 朕知道了 你退下吧 是 如意啊 这漫天的星空 你有什么愿望赶紧许一下吧 听说七夕许愿特别灵验 臣妾只希望和皇上 长长久久的 长长久久是多久啊 能多长久就多长久 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 不离不弃 好 如意啊 朕有一事要和你商量 皇后场后虚亏 后宫的事情不能料理 皇娘年龄也见大了 逐渐地力不从心 朕思来想去呢 你协理过六宫的事务 还是你最为稳妥 臣妾做事不够仔细 可否请淳贵妃一同大礼 这淳贵妃的性子温柔 但是耳根子软 又无主见 这六宫的事务繁杂 只怕她也帮不上你什么 皇上都想好了 还问臣妾 朕要劳动你自然有东西要赏你喽 禁宝 喳 这是臣妾独有呢 还是何宫都有 这是宫养朱花 是朕特别为七夕制作的 皇后呢 是佛首花 淳贵妃呢 是绣球 家妃呢 是枝子 余妃是墙威 梳贵妃是珍珠兰 美人一枝 但这玫瑰呀 是你独有 代表着你和朕的情分不同 也像你说的长长久久 只希望你会喜欢 这玫瑰很衬你呀 好看吗 好看 如意啊 只希望 咱们真的会长长久久 好看 今儿是中元节呀 一切忌讳大家都要记着 这门啊擦干净的 每天都擦不干净 进出要照水盆 这儿不可言语犯汇 大家都仔细些 白天天还好好的 怎么下起雨来了 想放个花冬都放不了 这中元节本就是 白鬼夜出的日子 看这雨是越下越大的 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 俗话说呀 鬼不走干路 瞧你们说的 怪吓人的 是啊 要不咱们别放了 回去吧 回去吧 走吧 我去吧 吓人的 朱桑 朱桑 我娘在哪儿啊 我不害怕 有丛 快去关门 孩子眼神明亮 怕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皇后娘娘 还是请遵佛像 回来供着吧 苏联 去把本宁佛堂里的佛像 请出来啊 是 娘娘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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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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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是启将公的立心 我们主发动了 好半天也没生下来 你去看看吧 嘉妃又不是没有生养过 让杰生姥姥和太医料理好 就是了 好了好了 您赶紧回去吧 是 不怕啊 不怕 疼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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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就要生了 还不去请皇上 眼下风雨这么大 就算去请了 皇上也未必肯来啊 你们 你们这是废物 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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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请皇上 我 不是你是谁 快去 我 我 你 你 你 站住 你干吗呢 你是哪个宫的 我 奴婢是启强公公女婴儿 李公公 家庭娘娘生产不顺 可不请皇上去看看 皇上正和高兵大人议事呢 吩咐了不许打扰的 这样吧 等高大人一出来 我立刻去禀报 都临失了吧 金钟 你送婴儿回启强公 喳 好 不许打扰的 则罗 云儿 在启强公被人欺负了吧 没 没有 没有 那这风雨来鱼 1981 去的苦筛时会轮得到你们的 可惜了 那么漂亮的一张脸 莫在了气象我 谨证公公 我只是一个最卑贱的公女 但是很久没有人 跟我说这么恶心的话了 小心水 卑贱不卑贱 得看是谁 自从王卿作孽宫里 就指了宫女和太监的婚离 可暗地里哪个宫女和太监不相 就找个威胁 我师父礼玉一路靠的是 贤贵妃爬到现在的人 我去 婴儿 你这张脸 敢不敢堵立 我若帮你把事情办成了 你在皇上跟前 坐我向上爬的梯子 若是父长 你跟了我 亮来以后也无人敢 再欺负了你去 如何 来 静政公公 请您躺我 让我赌一回吧 静政公公 请您躺我 让我赌一回吧 这就是皇上和太后赏的满月礼 是 都是按着规矩赏的 一点没多 一点也没少 七二个满月的时候 足足多了十倍的赏赐 怎么到了本宫这儿 就非得按着规矩来 怎么哭了 来 抱下去吧 快 哭有什么用 还不如齐阿哥 猫似地叫唤几声 得皇上宠爱 齐阿哥一出生 就得皇上亲自赐名永从 爸阿哥这都满月了 才让内阁拟了名叫永玄 别以为我不会读文节字 玄字什么意思 美食赐玉 便是连玉都不如 主别动气 我怎能不动气 皇上就知道 心疼那个病样子 八阿哥连看都不看一眼 就是 奴婢听外套奴才们说 说咱们八阿哥 是中原鬼节省的 那七阿哥是佛祖诞臣省的 一鬼一佛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命的人为了八阿哥 皇上和七阿哥说说也罢了 你也敢这么说 奴婢知错了 英儿 站在那干什么 进来 鬼鬼祟祟旬干什么呢 回娘娘话 太医说您刚出月子 要用热的浆水 擦洗身子 才不会让寒气入体 这是奴婢刚烧的水 八阿哥出生那晚 你怎么没把皇上请来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下去吧 啊 臣妾请皇上安 都起来吧 总算皇上还记着 今日是永玄满月 今日是中秋 又是永玄满月之日 朕自然要来看你们 这天这么热 主净值去长城空也是好的 为什么非得来御花园啊 御花园的御簪怕是要开了 反正现在请安还早 咱去瞧瞧 是 请贵妃安 八二哥请贤贵妃安 八二哥长得越发都好了 多谢贤贵妃夸奖 婴儿 奴婢在 臣妾 臣妾 这么热的天气 扇个扇子也偷懒 好吃懒做的 你这想活死吗 家妃 一个宫女干活不利索 何必动干活 妹妹不过是教训一个丫鬟罢了 贤贵妃有什么可心疼的呀 皇上驾到 臣妾请皇上安 皇上万安 天这么热 怎么在这儿说话呀 臣妾正在和贤贵妃说笑呢 皇上去看七二哥 是啊 这永从啊 乖巧可爱 朕一日不见就想念得紧哪 臣妾的八二哥也想念他的哥哥呢 这臣妾正要带他去给皇后娘娘请安哪 什么声音啊 皇上 好像是哪个宫女挨了打 脸上受不住疼呢 是臣妾管教不严 有的人套扰了生家 闭嘴 是 朕与皇后一向宽然待下 从未听说大宫女忍不住疼的 尽忠 带上来瞧瞧 喳 这儿 皇上 便是她了 生得倒是挺伶俐的 站在这灵霄花下 倒有几分像你的模样 皇上 奴才说句不知轻重的话 这宫女是有福气 眉眼间还真有几分像贤妃娘娘 只是无论怎么 都比不上娘娘的端贵之气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皇上请安 奴婢 几贤公公女婴儿 给皇上请安 婴儿 哪个婴儿 奴婢姓魏 本名燕婉 便是粮食燕婉的燕婉 婴儿是主日赐奴婢的名字 用的是樱花的印 这脸上红一块 是被拧的吧 不过 主日下手轻 是奴婢肤色白 才显得红了一块 不安分的丫头 本宫不过是看你蠢笨不会伺候 才轻轻拧了你一下 你平白地做出这副样子来 想给谁看呀 这手上的伤 也是轻轻一拧拧出来的吗 皇上 臣妾知罪了 臣妾不过是 孕中急躁才 才动手打了他 这新伤旧伤相迭 不只是有孕时动的手吧 皇上 你说你叫婴儿 是家妃给你起的名字 主赐奴婢名 是对奴婢的厚爱 放肆 你明知道贤贵妃 从前的闺蜜是青婴 你还给她起这样的名字 实在无礼 皇上 臣妾是无心的 臣妾没有想到这一层了 以后你不必交婴儿了 交回你的本民宴晚 也不必再回启强宫了 是 梁氏燕晚 你读过书啊 前几年 奴婢在淳贵妃宫里 侍奉过大阿哥 跟着读过几句书 当时皇上 还跟奴婢说过话 奴婢如今 已经二十二岁了 皇上 皇上 燕晚这个年纪 离宫归家也是好的 要不然皇上 再给燕晚许个婚 想侍卫什么的 也好安慰她这些年 在宫里受的苦楚 如意啊 朕瞧她还算是伶俐 可待到狱前当个宫女 你觉得如何 好安 不如问问燕晚姑娘 喂燕晚 你不必害怕 大胆说 是不是想让皇上 放你出宫 许个婚 贤贵妃问你话呢 奴婢自进宫以来 一切都是皇上的 奴婢愿侍奉皇上左右 好 靳忠啊 带她到狱前 好好教她规矩 喳 皇上 怎么 不想放人哪 臣妾不敢 你不必去长州宫了 回你自己宫里 好好思过 下去 臣妾高退 皇上 让奴才先带燕晚姑娘 回养型殿 好 谁 皇上 您很抬举威严婉 嘉妃欺负她 是有意折辱你 朕把她调到御前 嘉妃就明白朕的心意了 以后就不敢这么 肆意妄为了 臣妾谢皇上 朕同你去长城宫吧 臣妾觉得有点累 想歇一歇 过会儿再去 也罢 朱孝什么呢 是在想家妃 拿你明慧做文章的事 还是在想皇上 安排魏晏婉进狱前的事啊 都不是啊 是想起林韵彻的托付 魏晏婉算是出了启祥宫了 可林韵彻跟她 也怕是难了 可皇上若是看上谁 大可直接下纸收了她 何必让人 教她狱前宫女的规矩呢 不过也是 奴婢瞧刚才魏晏婉那个样子 主有意提示林侍卫 竟是拦也拦不住 以前虞主也说过 这魏晏婉对皇上 是动过心思的 这魏晏婉恐怕是 今天这事啊 你还是去知会一身林韵彻 是 可是告诉她也于事无补 林韵彻是留不住她了 但愿林韵彻 不会像上次那样苦恼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方才贤贵妃问你 你犹豫什么 没什么 就是 怕说错了话 让皇上嫌弃了 那你放心吧 皇上喜欢你 这儿有御前宫女的衣裳 一会儿换上 静真公公 如今我进了养心殿 那我到底算什么呀 算什么 那可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这件事若是不成了 往后你便悄悄跟了我 这件事若是成了 便拿你一辈子的荣华来谢我 你的青云路才刚走了半步 可别从云头上摔下来 把任何事若是成为一样 他的大仿 听察贤族 记住 好好拥住皇上的心 我能为你做的可就都做了 往后的路什么样 可就看你的本事了 华尚在里边 快进去耗着 我能为你做的可就都做了 嗯 嗯 嗯 皇上 奴婢谢皇上 大救奴婢 怜惜奴婢 起来吧 谢皇上 也不是怜惜你一个 换作是别人被打成这样 朕也看不过去 这家妃啊 确实霸道 还把你的名字 改成贤贵妃的闺名 皇上 奴婢 奴婢还以为 您是记得当年在御花园 与奴婢说过的话 什么话呀 您说奴婢的名字极好 如丽人腹中所言 亭亭四夜 夜晚如春 朕记得了 你是当日在淳贵妃的宫里 照顾永皇的那个吧 皇上终于记得奴婢了 奴婢死而无憾 朕还说了些什么 皇上还说 等着有一日 欢愉在今夕 夜晚及粮食 朕还跟你说过这个 那皇上 天子之言 您可还当真 天子之言自然当真 可是 朕当年的话 你也别会错了意 再说过了这么久 朕是否说过那样的话 也未可知啊 皇上 恕奴婢多嘴 您日夜为国事操劳 衣裳都松了 得量了尺寸重新裁过呀 你如何知道朕的身形啊 奴婢从前在四肢库 一直伺候皇上的衣裳 皇上的身形 日日如在眼前 那个时候 你还没照顾永皇吧 是啊 奴婢进紫禁城 就是因为这儿有皇上 只要能见着皇上 无论与奴婢相隔多远 奴婢的心都是暖的 如今 你离我这么近 奴婢的心是热的 既然朕的衣裳不合适了 那就添见新的吧 你替朕量 奴婢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朕叫你量就量 皇上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你来得正好 传朕的旨意 封宫人魏宴晚 回答应 此居永寿宫 今晚事情 再拨两个宫女给她 喳 奴婢这就带魏已答应 去永寿宫 谢皇上 按着规矩 主事情 是应该坐凤鸾穿恩车 去养性殿的 怎么走着去啊 做宫女的时候 走习惯了 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去养性殿 心里会踏实些 春辰 内务府送来的赏赐 你挑最好的巨大点尽中 是 主顾念旧请 不忘提携奴婢和兰翠 我们定当忠心主 致死不忘 春辰 去前面等我 是 咱们走 你怎么在这儿 我要去世锦了 能与你说话的时间并不多 你想说什么 就一定说了吧 是不是有人逼你 是我自愿的 当日你在花坊受苦 你说愿意回来和我再在一起 我问你 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是不是骗我的 当然不是 当时能嫁与你 便是我最好的出路 和最真诚的想法 原来 我对你来说只是一条出路是吧 我 我被家妃欺凌羞辱那几年 没有一天不盼着 能被指昏给你 逃出这个鬼地方 可我渐渐发现 原来除了我自己 没有人能帮我 天文 你有没有发现 你变了 我从没有变 是你不了解我 我从前 也是包衣内官领家的格格 可我阿玛一朝事事 被罚 我们只能在宫里做苦差事 我也只能做个卑贱的宫女 让人欺辱 做人下人 这样的日子 我一天都不想过下去了 你想凭着自己 年轻貌美得到一时重绝 贤贵妃如此聪慧 都免不了冷宫之苦 如果有一天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会有多痛苦 你无法回头 我在四支库的时候 成日里 只能看着上好的衣端 只能辛苦熨涛 自知不配穿在身上 如今你瞧 我穿得多好看 别人事情 都是坐着凤鸾春温车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走着去吗 我想在我第一天这个日子 用自己的脚去丈量一下 从一个从前的宫壁 到来日的宠妃 这条路还有多远 是你自己选的 好好走下去 我只希望 你永无后悔之日 只要你不阻碍我的前路 我一定会走得很远很好 我自是对不住你 你这哥哥 未答应 眼中了 我一定会是自恋的 不知晓鸾 我怎么不知晓鸾 我来走 公宋魏答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